一支支金黄色的鸡 顶着先红机关群聚在一起 还不时传来鸡提升 这里就是资深艺人 TOSWA的养鸡场 因为农委会下令 全国家禽禁载禁运 拖鲜牧场也因此深受影响 眼眶里闪烁泪光 人事成本加上禽流感爆发的压力 TOSWA表示已经做好 停止经营的心理准备 原来85岁的TOSWA 已经养鸡29年 受到政策限制 拖鲜养的5万只鸡都不能卖 他已表示一周飼料费就高达70万元 也希望这部疫情赶快过去 因为近载禁运 最有名的料理 闷烧桶鸡 养生鸡汤 和白斩鸡都不能卖 业绩掉了3到5成 针对禽流感爆发 全台家禽禁载禁运7天 牧场目前没有配套 TOSWA也表示 就当成把鸡养的再熟成一点 会更好吃 受到行流感疫情的影响 全台家禽禁载禁运 养金成本依旧却无法销售 累积的压力 竟然让经营牧场29年的TOSWA 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心理准备 记者赖永成 曹卫生 台东报道 记者赖永成 曹卫生 请犹 Certainly